世界杯结束后,C罗来中国活动,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关注,在国内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应,而在昨天网上却爆出了关于高晓松在采访C罗的过程中,发生了不愉快风波,如有侵权联系删除金日。 在社交平台上有人爆出,在C罗的中国新活动中,葡萄牙举行接受了高晓松的专访,但双方闹得有些不愉快,高晓松惹怒了C罗,后者的团队甚至爆出口了。 如今,高晓松第一时间正面回应此事,如有侵权联系删除高晓松首先表态指出C罗的问题,他直言,本来录制11点45分开始。 但C罗迟到了一个多小时,此外,C罗团队一来,就把节目编导和助理干出去了。 随后高晓松表示,原定采访是有45分钟,但是到31分钟对方就叫停,关于对方爆出口知识,老高晓和克林顿,比尔盖茨等名人,也做过多次访谈,都是很好的,因此这个只能理解为对方的问题。 如有侵权联系删除C罗这次中国行,可以说给球迷有效很好的印象。 他为人低调幽默,和小球员亲密活动,不搞大牌,天气炎热,依旧满足球迷等大要求签名的。 看得出,他个人还是非常喜欢中国,他相信未来,中国会,有比他更出色的足球远动员。 昨天,他已拿出更实际的行动,建筑了中国少年球场。 据说他这次为了在中国多搭,直接取消了前往日本的旅行。